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嗯 关于这个游戏小编还真买了主机的版本 然后玩了不到五个小时 就被蛋疼繁杂的手柄操作给劝退了 话说这个画面做出pro模式会是怎么样的呢 再说回来即将发射的pro模式游戏名单中 何然出现了弄六 小编赶紧去阴压看了一下还有货美 你咋不早点说呢 明天就是双十一了 这个名叫光棍节 实际上是购物节的剁手日子 两家国行当然也没闲着 Export方面的活动还是中规中矩的 买主机送游戏或者金银手柄 PS方面就比较神奇了 不仅有PSVR的第二次抢购 不是第三次吗 而且为了庆祝双十一当天 国行PS Slim的首发 搞了一个买新款PS送PSVR的好运任务 就是这个好运任务的达成条件有点不容易 需要购买PS时留下的手机号码后三位 与11月21日的博彩开张号码后两位一致 大家买的时候记得也用手机号码买几张彩票啊 另外双十一期间两家国行游戏也有降价促销活动 这里小编就不贴出来了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进商店看一看 其他的快一点说 PS影音工作室软件更新2.0版本 除了加快了渲染速度 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增加了制作GF格式动态图片的功能 其实这个软件挺好用的 就是在国内不方便分享 插油盘拷贝导出到电脑又挺麻烦的 以后要是能出个渲染完以后 传输到局域网内的PC或手机的功能就好了 原定于明天发售的吃饭 Steam在昨天晚上提前解锁 不过由于不到正式的发售时间 还没有放出首日补丁 导致游戏优化较差 大个较多 目前评价也不太理想 期待明天补丁的上线吧 最终幻想书体验版正在明天上架 目前消息仅支持PS和Export的日服 本次试玩内容包括游戏开场到第一章的前半段 时长约一个小时 不过正式版并不会继承存档 游戏还有十几天就要发售了 有人会把这一个小时的内容翻来覆去玩个十几天吗 既然说到最终幻想15了 那么最后的时间就来听听游戏的音乐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